石门水库营运初期以农业用水为主 随着桃园人口增加及工商高速发展 农业用水渐减 公共积水快速增加 自民国九十年起 公共积水配水量已大于农业用水 为稳定公共积水供应 每逢哭汗发生 长续办理农田停灌修根 以调度农业用水供公共使用 自九十年起 开始有对停灌修根农田之补偿 累计至110年 石门水库灌区停灌修根补偿费达85.5亿元 石门水库早期公共积水比例不大 且政策上以生产粮食为重点 即使有汉象亦无实施停灌修根 自民国七十三年首次有停灌修根起 累计至110年停灌修根共十次 其中汉象以91至93年 第一起座连续三年停灌修根持续时间最久 但以109年至110年连续两起座停灌修根最严重 109年下半年的停灌修根更是唯一停灌第二起作者 停灌修根源由省政府公告 89年今省后改由农委会公告 92年起更改为经济部与农委会会贤公告 石门水库农业用水主要经由桃园大尊及石门大尊供应 分别为桃园及石门水利会贯区 停灌修根区为细一水勤评估决定 最严重时是两大尊贯区全部停灌 其次为个别大尊停灌 也有指停灌个别大尊部分贯区之情 十次停灌事件中 仅三次是两大尊贯区全区停灌 分别是85年93年的一起座 及109年的二起座 其于109年下半年的百年大汉 至110年上半年汉巷仍持续 两大尊贯区第一起座已接续停灌 但并非全区 位于桃园大尊末段的桃三贯区仍勉强公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